听说刘雨宁要和杨子合着现代言情剧,真的假的? 我的妈呀,我激动了一批,老刘终于要给粉丝们实现霸总的愿望了吗? 杨子,刘雨宁首次合作,看清剧作和角色,网友,完全就是本色出演。 在剧中,男主是一个外冷内热,傲娇腹黑,天马行空的总裁形象。 这个男主形象,对刘雨宁而言,简直就是本色出演。 而女主郑舒逸,是一个才华横溢,有勇有谋的财经记者,也是一个处世圆滑,情话连篇的小作精。 这个女主角色,无论是外表还是性格,都跟杨子十分相像。 不过,也有很多观众担心错疗这部作品,会毁掉杨子和刘雨宁。 毕竟,错疗的剧情太过狗血,容易被观众吐槽。 在错疗中,女主先是被男友劈腿,后又聊错了人。 女主一开始是想利用小三的舅舅,来隔应自己的前男友和第三者。 结果却,女主发现自己找错了人,阴差阳错疗上了商业精英。 而男主一开始就发现,女主接近自己的目的不纯,却没有戳破。 原来,男主早就在一场颁奖典礼上,对女主一见钟情。 因此,女主和男主之间互相拉扯的爱情,肯定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。 虽然错疗剧情有些狗血,但是只要改编到位,演员演技再现,肯定会带给观众愉悦的视觉享受。 于是,大家根本不必担心,杨子和刘雨宁会被这部作品所影响。 网传杨子和刘雨宁已经敲定了错疗这部作品。 既然,他们已经选择了错疗,说明这部作品里面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